大家好,我是小钟,今天过来看村民的一片果树,黑老虎 他出去打工了,家里没人打理 就是这一片,他说有十多亩 像这颗黑老虎,在我们这边很少见 这是这个村民,到外地靠茶,带回来的 已经终有四年了,挂过两年 果树看起来也不错 就是他老婆就在外面工作了,叫他出去一起跟他 所以就打算把它注出来,我就过来看一下 这里就发现有一个还挺大的 现在已经尾声了,就剩有一点 村民说,这种果实非常强壮 一成熟,老板就直接开车到地头来收了 而且卖的还挺贵的 在晚上也可以买得到 给大家看一下,还挺漂亮的 而且非常甜 这黑老虎过时非常漂亮 这黑老虎过时非常漂亮 看看看 营养价值非常高 而且还是可以做药材 一张的 很美味 还可以做药材 这里还有两个 现在这种果实是围过了 还没成熟 成熟的发是黑色的 挺好看的 村民 打理这些也非常好 还做有这种 支架上面有 那个铁线 非常结实 这种果实是 攀枝的 都攀在这些支架上 赚了一大川 这些果树长得还不错 他跟我说 租金是 一亩一千块 十多亩 他算是十亩 一年要一万块 看一下 这些果树长得真的不错 再过那边 都看了 他搭理这些果树非常好 而且在我们这边 种果树 很少人种 市场家也非常景气 人家来到地头收 都收三十块一斤 就是因为 他老婆在外面工作 一直催他出去 所以他只能放弃他的 创业梦想 就打算把他爬下来了 过一段时间 就把这些打草处理掉 开年就可以撕回了 好了 我们也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